嗨嗨我是雪莉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就是DTip的城市限量款的蜡烛啦 DTip又来抢我们的钱包了 想知道我购入了哪两款 跟我对他们的不客观心得吧 就继续看下去吧 大家如果喜欢香氛蜡烛的人 可能都知道DTip他们家 有一个城市限量款的蜡烛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大家不能去旅游嘛 所以DTip呢 特地在每一年有一段 通常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可以购入他们不同地区的香氛蜡烛的系列 是不是用大家忍不住的又 剁手了 那每一款香气呢 都是以他们所在的城市作为发想 来创造出不一样的香气 目前已经有11款啦 雪莉到底购入了哪些呢 我购入了就是 这两款 北京这个2022年才推出的香气 以及东京这一款香气 是不是外包装超级无敌美的 DTip根本就是来抢钱的 太可怕了 在台湾一颗是卖2600 在美国呢 一颗是卖78块美金 非常的贵 必须说 但是他们的包装真心美 里面呢 也真心美 一开始呢 我本来还想要再购入巴黎的 可惜呢 因为我个人呢 其实并不是一个对于西谱香调 薰衣草这种香气 特别喜欢的人 所以我就想说 等到最后一天 如果他还有货 我就买 果不其然到最后一天 他没货 所以我就想说 这是老天爷在告诉我 不要再动手了 不要再买了 OK 那我就停手了 也可以当做我们的动力嘛 就当我们有机会去那个地方旅游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买回家 当做自己的纪念品了 美国的城市呢 我听有一些网友说 其实你好像打电话去他们当地的店铺购买 然后请他帮你寄过来 他是很OK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但如果在美国 你想要购买其他地区的 限定的香氛蜡烛呢 这个搞不好可以试试看哦 OK 那就赶快来分享一下我的不客观心得吧 第一款北京 这个竹杯真的是超美的 他想要给你呈现的呢 是一个木质花香调 那这个外表呢 是非常经典的色彩跟图腾 是用古代的皇城的建筑来作为发香的 这个味道呢 是一个木兰花跟茶香的结合 他闻起来呢 就是一个花香跟茶香的味道 非常淡雅的绿茶花香味 玉兰花跟茶香 非常清新脱俗耶 包装平身没话说 他们家的扩散力没话说 虽然是浅浅淡淡的 可是扩散却非常好 这个味道呢 感觉是一个古典美人 家里会有的味道 温柔婉约 气质清新 谁不想把它取回家呢 你也是这种古典美人吗 或是你想要营造那种气氛吗 在家里买一颗 点起来 第二款呢 冬姬 也是超美的 这款呢 是一个焚香树木的味道 一闻呢 我觉得会让你瞬间就平静下来 中间还有一丝甜味 带来暖意 这个甜味呢 会有点像化美的味道 咸咸甜甜的 很有寺庙飘散出那种焚香 然后你漫步在松木森林当中 很日式 很有产意 喜欢这种木质调中 带有咸咸甜甜的味道呢 这款绝对会是你的首选哦 感觉当你心情有点平静不下来的时候 点上这一款就会让你觉得 你自己生力在那种 有着寺庙飘着焚香 跟大树木环绕的森林当中 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平静 喜欢木质香调的朋友 这一款一定要去试试看哦 以上就是我这一次入手的两款城市限量系列啦 那他们家的扩箱呢 真的是没话说 都是那种浅浅淡淡 不会浓烈让你头痛 可是又非常能够让你感受到它的存在 两款我都非常的喜欢 不同的风格 一个温柔婉约 一个沉稳平静 看你喜欢哪一种 那你再来看看这个颜值 这竹杯也太美了吧 包装也是超美没话说 这两个是不是超适合摆在一起 看起来超级和谐的 那我讲完优点 我还是要稍稍讲一下 他们的可以更好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呢 他们家这个竹杯是没有盖子的 我建议你外包装不要丢 第一个他们外包装很美 然后你又可以保护你的蜡烛 不要受到灰尘的骚扰 那第二个呢 就是可能是他们的竹心都做得比较薄 所以说他们燃烧的呢 并不会很完全 我烧了两三次 基本上没有办法烧成一个平尺啦 但是我本人呢 是有用熔蜡灯的 所以我不会太困扰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没有熔蜡灯呢 你可能要用铝箔纸稍微包一下 不然它周边的那些蜡 其实它是烧不到的 给大家一些提醒哦 你们又被这11款的 城市限量系列烧到吗 你们喜欢它的香气吗 使用过你最喜欢哪一款呢 都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追踪我的IG 里面有我的生活 还有我有兴趣的话题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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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